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啊私信问我 说你们这个吐槽大会主咖是怎么选的 这个很讲究啊 主咖要既富有争议性 又有人格魅力 不光呢 人气要旺 它还有生物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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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子不够 再来一块 不是 再来一块 你也 这次不了 咱们还是吞剑吧好不好 我吞剑 你看你又来了 赵老师干嘛 怎么去 我跟你说 战总 我那么有争议 凭什么不让我当主咖 不是 但是您没人气 不是不是 谁也没人气 您这个情况比较特殊 谁 你先去 我 我怎么特殊了 徐志谦的完美人 都可以当主咖 我平时不能当 那把我吞剑 吞剑 吞剑 啊 啊 张老师 张老师 啊 吞剑 所以 陈志谦也有槽点 你看 你看 想看谁被吐槽 那肯定是薛志谦 薛志谦有什么槽点 发量又足 个儿又高唱歌 就那样 然后但是你看看 上眼皮跟下眼皮 那双的又差一米多高 谢谢大家 有请头发比人红的李大 脱口秀天才 池子 奇葩说 颜值担当 姜思达 薛之谦好友 主帧 薛之谦的第二位好友 李晨 演什么都像白斩堂的 杀艺 追剧不累 观影必备 腾讯视频VIP专享下载 随时随地观看吐槽大会 大笑养肺 不笑浪费 本节目由宇宙两队老四号 京都念慈安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Vivo X9手机 联合赞助播出 前置两千万柔光双生 照亮你的美 有请重新回归的吐槽队长 张绍刚 吐槽是门手艺 校队需要勇气 欢迎大家来到京都念慈安吐槽大会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绍刚 没错 就是我 我又回来了 这说明什么呢 不要怕自己不行 比你更不行的人会证明你行 吐槽大会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多介绍了 但是今天我们的主嘉宾非常特别 因为他来到这个现场 居然是要圆一个歌手梦 我是薛之谦 十年前 薛之谦选秀出道 一张漫画男主角的脸 赢得大票女粉丝的关注 2006年 认真的雪 红遍大江南北 狂烂多项音乐大奖 最佳舞台演艺大奖 薛之谦 最受欢迎男歌手 谢谢支持我的歌迷朋友 谢谢 就在薛之谦即将走上人生巅峰 却在认真的雪这儿暂停了 我一直是属于那种歌红人不红的状态 跟这些时候再跟不上 薛之谦红一阵就没影了 然后就开始了 开服装店啊 开火锅店啊 各种副业 或者兼职当个主持人 这大概就是每个过气明星逼走之路吧 却之谦打小广告的功底 绝对秒杀一票微博段子手营销狗 一条微博小广告就是几十万 有些段子的这软云就是想自己猴嘛 特别想猴 薛之谦放出来了 三二一走 所以呢 这是直播啊 整段垮掉 薛之谦是一个很强大的歌手 整段垮掉 我就是跑掉你管我 我是歌手向的这么好的节目 作为歌手来说我们都会很想唱 洪老师我跟你讲 我唱歌也不烂 跳舞也不唱 要不要用用文 好谢谢你 有请替管歌手 我是歌手 薛之谦 是吗 不论 明年之后 也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还没唱呢 要这么浮夸干什么 太惨了 我怕我再哭就来不及了 他们已经都哭半天了 不会太假了吧 六百块钱一个请来的 神经病 还要怎样 不交流直接过去了 这么严肃这个节目 欢迎薛之谦 之前我主持几期的时候 弹幕都在说 张双刚你滚 我来上一期换王自建主持 大家要再说 还不如让张双刚回来 你们看一看 你们亲手把我扔出去那么远 最后还要我凭借 自己的努力飞回来 各位亲 你们是把我当回旋镖吗 这个时候我就不由得 想起了著名的那首歌 你还要我怎样 承蒙大家的后爱啊 初套大会播出以来 点击一直非常好 第一期四天点击量就破亿 对不起啊薛之谦 我不是针对你的 活行情报局 对不起江四达 我也不是针对你们的 奇葩说 还有李晨和朱真 算了 我没什么好对不起你们的 有人就说过薛之谦 说薛之谦你一个歌手 你不好好唱歌 你跑到这儿 讲什么段子 在圈外很难了解 很难体会 在这个圈很难混 因为竞争太过激烈 对吧 薛之谦去讲段子也是没办法 因为讲段子至少不会跑掉 最多只会整段垮掉 杀意 曾经的著名演员 曾经的 他经常跟他的儿子安吉说 你不要看你爸现在这样 以前武林外传白展堂 那咱也是和像姚晨这样的 一线大拍明星合作 然后安吉就安慰他爸爸 说 爸你现在也不错啊爸爸 在爸爸去哪儿 你也是跟我合作啊 爸爸你放心 你放心 真的没关系的 只要是我红一天 爸爸你就永远是我的爸爸 今天的第一位表演嘉宾是李淡 上一期李淡要吐槽大张伟 就看了很多很多大张伟的视频 没想到越看越喜欢 越看越喜欢 吐槽根本写不下去 为了准备今天的节目 他也看了很多薛之谦的视频 结果财思全涌啊 血都停都停不下来 而且还到处去问 你们缺不缺薛之谦的段子 我给你们几段啊 让我们掌声有请 高产段子鸡 李淡 大家好 我是吐槽大会的策划人李淡 策划人这个工作具体干什么呢 这节目这么多期了 你就仔细看 你觉得好笑 那就是段子写的好 你觉得不好笑 嘉宾没讲好吗 那么今晚我们就一起去看看 谁会张冠狂调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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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李淡 本期主咖薛之谦 我之前在微博上预热嘛 我在微博上说了一下 请到薛之谦了 薛之谦粉丝疯了 给我留言 倩倩不要去上那样的节目 倩倩那些事 不要拿到节目上去说 哪些事啊 没听说薛之谦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倩倩 你私底下是个什么人 你到底对你的粉丝做过什么 我们今天啊 这个吐槽大会刚刚也说了 越播越好 第七期 点击量不断攀升 作为这个节目的策划人 很欣慰 今天又请来了薛之谦 今天江思达 一个来自火星情报局 一个来自奇葩说 都是两个这个红过的节目 说得好 请他们来 没有别的目的 就是希望他们来学习先进经验 把知识带回去 他们俩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你们觉得这三个节目哪个好看 吐槽大会 我也不好说啊 因为三个节目我就看过一个 没法说 其实看过啊 火星情报局 我觉得火星情报局 其实就是一个人数太多的天天向上了 奇葩说就是一个人数太多的康熙海了 吐槽大会 就是一个人数太多的 李丹吐狗秀 不要脸 弹幕里的朋友请说是 不过我们这个节目啊 我觉得也快走不下去了 嘉宾质量太不稳定 我们节目请不红的 过气的啊 也不是一回两回的 但是今天请来了朱贞和姜思达 我觉得到极限 再这么下去啊 这个破节目就改名啊 改成娱乐圈到底有多少你不认识的人 谢谢 没点我名 没点我名 我很喜欢姜思达 其实我特别喜欢姜思达 他也很多粉丝 粉丝给他起了好多外号 什么冰美人 明媛 这都是真的啊 小媛媛 黑龙江甜心 黑龙江甜心 冲这个外号 你不开个QQ空间合适吗 甜心 你就再红一点 好吧 再红一点 就来给我的淘宝店 做淘女郎 特别合适 今天呢 我们也是有幸 请到了范冰冰的影迷李晨 李晨 以前前段时间 弄个一些 出了一些绯闻啊 不知道真假 反正就传了很多绯闻 在微博上好多人搜 上个热搜 骂他 你是不是人 你对得起范冰冰吗 你做出这种事 你 是这个李晨啊 明星也是人 算个吧 算个吧 李晨 李晨 朱真 薛之谦 三个人很要好的朋友 李晨其实是做服装 企业 潮牌 做得很大 很成功 他为了衣服卖得更好一点啊 就想疯狂的 给薛之谦穿 薛之谦呢 疯狂的拒绝 朱真呢 是疯狂的想要 李晨疯狂的不给 他们三个人 你追我感的友谊 我做的这个 今晚八年后脱口秀 就是在东方卫视嘛 我是今天才知道 朱真也是东方卫视的主持人 不是一个年代的 你主持啥节目 真没看过啊 六十年代 真没看过 不过朱真其实挺忙的 特别多通告 经常全国各地到处跑 这哪全国各地 给人主持婚礼 当代 丘比特 当代 很红 婚姻市场 很受欢迎 真的是全国非 然后呢 就给自己买了十份 意外伤害保险 是真的 这个也挺不容易啊 演艺界这么多年 这可能是他 能留给家人最大的礼物 其实 朱真事业 事业很顺利了 事业很顺利 主持婚礼很赚钱的啊 而赚了很多钱 就是这个离婚的时候都分出去了啊 然后呢 薛之谦也离过婚嘛 李晨 作为他们的好朋友 你一定要挺住 好吧 不要离婚 不要再给人家翻冰冰覆覆 添麻烦了 我们这个节目 现在真的挺红的 有黄牛票了 我们这个节目是不卖票的 再次强调 只能在公众号上抢票 核对身份证信息 你才能借来 结果就是 网上那个人啊 就黄牛 我说内部人 肯定能给你带进去 我们就查 谁这么缺钱啊 内部人 想来想去 可能是朱真 真的 内部人嘛 我觉得你给他钱啊 给到两万 他能把那个位置让给你 给到十万 现场主持 你和薛之前的婚礼 了不起的思议 了不起的 但是再次强调啊 这个节目 不要买黄牛票 进本来真的 安保很严格的 不过今天还是很遗憾 有一个落网之鱼 张少刚老师 是买票进来的 杀意 白斩糖 多红 杀意老师自己说过 我当年红的程度 就相当于今天的 吴亦凡和陆寒呢 了不起啊 确实了不起 杀意老师 确实说过 真的啊 可能是娱乐圈 唯一一个用一句话 就能让吴亦凡和陆寒 对未来充满担忧的男人 我又提到了陆寒 我总在这个节目里提陆寒 我们节目呢 请到的卡不大 但提到的卡都很大 加斯达这个就是你要带回去的知识 带回去 带回去 杀意从爆红到不红 现在又有一些起色事业 这个轨迹跟薛志谦挺像的 薛志谦之前不红的时候就开火锅店嘛 上上千 对吧 挺辛苦的 凡事亲力亲为 差评亲自回电 听到了吗 薛志谦的粉丝们 能收到本人回复 快去给差评吧 差评对一个饭店影响很不好 毕竟已经有不少差评了 不要不要不要讲 薛志谦之前有一个很伤感的爱情故事 大家都知道 跟一个女孩在一起 给那个女孩写了三张专辑 最后还是分手了 真的挺不容易的 这个女孩是吧 等了一张又一张 都没有等到一首好歌 只能分手了 很有耐心了 我觉得已经很有耐心了 这个薛志谦的粉丝们 脸色不要那么难看 有好歌 认真的雪 对不对 多红啊当年啊 多红06年的时候 对不对 认真的雪 在那个时候达到的这个红的程度 还有艺术造诣 仅次于香水有毒和好树爱大鱼 我看了好多薛志谦唱歌的视频 我发现他唱歌那个范儿特别好拍 都不像是这个世纪过期的艺人 总甩话筒你们发现了吗 一只手扶着 不知道扶着什么 一只手甩话筒 我有时候特别担心 他把歌词甩丢了呢 该配合你 你视而不见 再比一个 即兴表演 不太像 不太像 还是模仿的不好 没有他土 没有他土 李晨呢 说其实私底下 他们几个朋友聚会的时候 薛志谦是不讲段子的 你看他平时讲段子的 聚会的时候他很安静 很开心 就是李晨朱真讲段子 薛志谦就是哈哈笑 然后呢 把段子记下来 发到微博上 好 好 很拼 不可否认啊 薛志谦真的很努力 他也说过为了音乐 要红要赚钱做音乐 真的 又写段子 又抹口红 上综艺节目 管人叫爸爸下跪 什么都干 挺拼的啊 薛志谦为了音乐 什么都肯做 就是不肯静下心来写歌 在我心中 薛志谦是一个很好的原创歌手 我也很喜欢他的歌 我还是真心希望他能多出好歌 多唱好歌 真的啊 真的不想再在综艺节目里看到你用力搞笑了 谢谢大家 我是李弹 特别好 特别好 特别棒 终于实现了你的歌手梦是吧 唱得非常的难听 但是仍然要谢谢弹总 因为他是著名的吐槽大会的策划人嘛 刚才策划人也已经吹完了 我作为一个主持人 来分析一下三个节目的区别啊 我觉得是这样 如果你是一个想法 很奇怪的人就上七八说 如果你是一个想法很多的人 就去火情情报局 如果你是一个想不开的人 就来吐槽大会 节目播出以后呢 弹总越来越爱吹牛 而且越来越臭美 越来越娘 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染发呀 美甲呀 打扮的事业里 刚才在上台前照镜子 照 边照了镜子 边扒了头发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就过去 我说你扒了什么呀 你扒了 你看 扒拉扒拉 扒拉拉小摩纤变身 你看 上场了你都 你还 太要紧了 должно 上场了你忘了 到ласт折圆 拒组 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介绍的下一位嘉宾 他的名字叫朱迅 她也是一位 电视节目主持人 但是同时 做着很多的副业 因为光靠主持节目 确实活不下去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要掌声有请 屡战屡败的 朱珍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朱珍 出场大会点击率那么高 朱珍给自己做一个小广告 本人是长期承接 婚庆私仪 杀虫无数 上门开锁 代谢暑假作业 保安队长等一系列 高端的业务 有需要联系我 如果有需求 联系屏幕下方的电话 接在李诞后面说话 特别吃亏 因为我妈跟我说 如果有人惹你 能动手的尽量别动嘴 刚才这么惹我了 但我觉得还是按照规则出牌 没办法 来到的是客场嘛 吐槽大会的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薛芷的好朋友 朱珍 大家好 作为吐槽大会忠实的观众 其实每次看我特别着急 就最着急的点呢 就是每次我们的张绍刚老师 拿着手卡 拿着手卡念广告的时候 作为一个主持人 口播说不清楚啊 这是个问题啊 怎么了 大笑养肺 不笑浪费 宇宙养肺 老字号 京都念慈安 这几个字有那么难念吗 读广告啊 这方面我是专业的 如果张老师觉得念不好 我随时可以来接您的班 好的 大笑养肺 不笑浪费 宇宙养肺 老字号 京都念慈 为什么念的那么六呢 因为我经常练活 请问你是否愿意 不论顺境逆境 贫穷富有 健康或疾病 都一生呵护他 爱护他 保护他 直到永远 你愿意吗 是不是念的也很六 所以在座各位 如果最近有婚约的话 麻烦大家可以联系我 我这个人呢 向来就是不挑活 向来 其实呢 因为很多人啊 也会嘲笑我说 说我头发少 那我在这儿呢 想问问沙亿啊 因为我看综艺节目当中 有时候看你啊 你的头发是 时而稀疏 时而茂密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难道头发还分淡季和旺季的吗 我很想知道 怎么样能够进入旺季 网上有资料显示啊 说咱们沙亿哥小时候啊 家里面呢 是正对着电影厂 在他们家的阳台啊 是直接可以看到 电影厂女更衣室 那个叫布景坚的 所以他从小啊 就对这个电影充满着 各种各样的好奇 那于是呢 就成就了现在的沙亿 那我心里面呢 也在担心 我假设一下 如果沙亿哥 你家的这个阳台 对的是养殖场 你对养殖场里的皮皮虾 充满着好奇 商业 我们走 走 李晨呢 是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其实在家里面 我家里面有很多 李晨给我系的帽子 衣服 鞋子 裤子 老学家也一样 但我也给他建议 我说 你做潮牌 不能仅仅只做这些 别局限在这里 我觉得假发 说不定也有人需要吗 对吧 沙亿 我没有 怎么幽默 我没有 我没有 你现在忘记 我现在是忘记 对对对 忘记 一直在忘记 对对对 但这一直在我身上 是吗 对于李晨来说呢 他有一个偶像 也是他一直希望 未来啊 要跟他做朋友的 他谁呢 马云 于是呢 他就报考了 马云的湖畔大学 我就问李晨了 我说哎 怎么样 你跟马云成为朋友了吗 他太冷口气 哎 以前太年轻 不懂事 我现在已经不想 跟他做朋友了 我想叫他爸爸 接下来 我要来说说我的好朋友 薛之谦 大家都说我跟薛之谦好 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 薛之谦 给我做过两次半郎 厉害了 新娘都换了 半郎没换 无论顺境逆境 贫穷富有 健康或疾病 红或者不红 他都愿意做你的伴郎 薛之谦出了认真的学以后呢 他的老板就跑路了 但是薛之谦依然坚强 在自己的创作 各种各样的歌曲 而且呢 他创作过程当中 都会把自己创作到一半的歌 我们大家一起去分享 他会到我家来放给我听 一边放给我听 他一边会问你 这首歌炸不炸 这首歌绝对重 这首歌比认真的学 一定活 事实证明呢 没有一首比认真的学活 于是我就劝老薛了 我说 哎老薛 这你嗅觉得要敏锐一点啊 你老板都已经跑路了 就你如果当时唱一首 浙江温州浙江温州 江南平常倒闭了 早就火了 还等到现在嘛 很多朋友爱吃上上千啊 有外地的朋友到上海 会来去朝圣啊 到上千火锅 吃之前先拜拜啊 好明奇妙 上上千的前身 是一家特别土的烤串店 铁串一号 开业没多久 学先生就打电话跟我说了 老哥 创业太辛苦了 我爸最近好累啊 创业辛苦 你爸怎么会老累了呢 哎 我爸最近一直在帮我再串肉呢 因为工人啊 串得我不放心 我爸串得比工人好多了 我想薛千当时定的目标 铁串一号 在上海啊 要开一百家连锁 幸好开到第一家就倒闭了 要不然串一百家的肉 爸爸真得给累死 所以呢 因为大家看到薛千现在火了之后啊 其实越来越多的人会通过我 去找他联系工作 打电汇会会打到我这边 我相当于是他一个上海办事处的主任 喂你好 请问薛千三月十五号有空吗 哎 我是朱真啊 哎你们不是好朋友吗 啊 啊对对对对我是好朋友 对对对 你说什么事 啊 如果薛千三月十五号如果有空了 你看看他有没有时间啊 能够来做我的伴郎 没时间薛千没时间 哎不过我有时间 你需要婚礼私宜吗 所以呢薛千呢 经历过了人生的低潮 所以我为他呢 看到他现在的整个的成功啊 感到是格外的高兴 但随时而来的就是我们俩见面的时间是越来越少 2016年全年我们见面四次两次是因为工作喝醉酒一次我把我儿子裸照发给过他五次我老婆跟我抱怨说哎我再也见不到薛千了五十八次别人打我电话找薛千工作八十五次微信发了二百七十五条我的弟妹们在微博留言说让老公好好保护身体哦 二十七万七千一百一十七次 今天为了薛千我又来了一次 我是朱真我是薛千的好朋友 哎呀太帅了帅死了 这 flock好看太棒了太棒了 分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看 今天还有一位造型非常抢眼的嘉宾 来自《奇葩说》的江思达 欢迎江思达 造型啊 如果说李旦的造型是属于分女系 他的就属于恋女系 很多人说 说我的时尚风格 在吐槽大会里面独树一帜 今天我好像看到了 对我的时尚地位严重的挑衅 我只想说一句 在中国 Lady Gang Gang只有一个 那就是我 好好当你的奇葩好吗 让我们欢迎奇葩变首江思达 哈喽大家好 我是江思达 听说全中国最会讲话的人都在这里 你们是没有看过奇葩说吗 看多美 脱口秀和辩论都是嘴上功夫 不过区别在于脱口秀要简单一些 哎呀整理一下 哎呀看不下去 大家好我是江思达 感谢绍刚老师 稍刚老师之前来我们的奇葩说当嘉宾 其实那次的变题本来叫做张绍刚讨不讨厌 我们的选手呢就分为两个阵营 一部分选手选择了正方 另外一部分表示支持 我是奇葩说的选手今天来到吐槽大会 这两个节目有很大的差别 主持人 奇葩说的主持人马东 你在看这儿的主持人 怎么讲 马东一个人的笑点就能让奇葩说这个节目撑三年 不过你们节目也不用担心 靠吐槽主持人也能撑三年 太好了 但是我其实特别喜欢咱们这个吐槽大会 尤其是这个冠名商 国际抗恶大品牌 京都念子 糟了糟了糟了 这个宇宙养废老字号京都念子 这个流点并根 淡淡池子 你说你们两个这么能逼逼 你们为什么不上奇葩说呢 在这个节目里有什么好 你们顶多拿一个Talk King 是吧 拿完Talk King获得一个义务生产的破奖杯 如果在奇葩说你们还能拿个BB King BB King十万块钱奖金 朋友们十万块钱 什么概念 你给朱镇他能给你主持一百场婚礼 一辈子 我上场之前导演组问我说 斯达你整容这事能不能提 我说没有关系 整容这 我就割了个双眼皮 这算什么事吗 人家池子眼睛都是割的 还有李淡不好意思 没眼睛 李淡呢 爱好染发 嗯 后尾也爱好染发 但是大家要明白 对于李淡而言 染发只是一个技巧 为了转移 大家对他脸的注意力 就如同薛之前写段子 转移自己曾经过期的事实 就如同李晨卖衣服 转移主持不好的事实 就如同张绍刚继续主持 没能转移任何事实 你说作品被抄袭了 咱们还能去法院 但是名字被抄袭了 你找谁说理去 是不是李晨 我特别心疼他 网友之间还把两个李晨弄混 其实这个有个诀窍非常好区分 一个是大黑牛 另外一个你看看 不大不黑 最重要的是不牛 大黑牛火了之后呢 为了把自己和另外一位区分开 他就把自己的微博名改成李晨妮克 这其实是个简称 全称叫做李晨妮克长点心吧 李晨妮克长点心吧 这个好 李晨还有自己的潮牌 MLGB 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 据说这个顾客呢 把这件衣服穿在身上 MLGB My life's getting better OK anyway MLGB 他们都不由自主地这么说MLGB 这个时候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 买了个宝 薛之谦的朋友 老朋友朱真 抱歉之前对您的了解不太多 所以我看了一下您的微博 我以为我点开的是新浪娱乐 这两个微博有个共同之处 就是疯狂爱的明星 从来不被明星爱 今天您的微博 我都帮您想好了 和亲爱的薛之谦来录吐槽大会 牵牵棒棒的 还见到了江四达 应该要也推下他 朱真老师呢 还有一大爱好 叫做结婚 他近年为止呢 结过两次婚 注意我说的是起今 这两次婚礼大家也都知道了 伴郎都是薛之谦 而且就在刚刚那台上 朱真又向薛之谦 再度深情表白 我觉得情况已经很被说明了 到底谁才是他想相伴一生的人 再聊聊沙依老师啊 不久前 沙依老师带着自己的儿子 然后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堆儿媳妇儿 在网上呢 大家把安吉亲切地叫做这个东北送中鸡 我觉得沙依老师的基因功不可没 因为没有他 安吉应该是大城市送中鸡 那安吉这么帅的基因是哪里来的呢 当然不是傻意 是三元奶粉给的 最后我们来聊聊主卡薛之谦老师 薛之谦十年前 凭借一首歌哄遍大江南北 认真的雪 此后他就认真的雪藏了十年 在2016年呢 薛之谦突然地爆哄 接了四十多档综艺 那有朋友就劝他 说哎呀老薛呀 不要这么卖命 你会过劳死的 所以说不会呀 没有关系 我可以停住 不不不 不是那个意思 我怕你过度捞钱 不顾节目质量 小心被人弄死 他经过这么多年的打拼 终于获得了业界的认可 曾经在天天向上啊 喊话我是歌手的洪涛 说我要踢馆 据说洪涛当时听到之后 非常高兴拍案而起 薛之谦果然是个段子手 讲话好好笑啊 薛之谦呢还有自己的火锅店啊 每天就在循环播放 他自己那几首歌 据这个网友反映 在他的火锅店 吃着他的火锅 听他的歌 只会想说 什么鬼 好干啊 整锅垮掉 整锅垮掉 好干啊 所以我想说薛之谦 我真的很欣赏你 很尊敬你 因为你的坚持 所以你今天所获得的一切 都是你应得的 同样的话送给张绍刚 谢谢大家 我是江思达 不好意思 再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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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好不好 是个毒物啊你啊 好好好 谢谢江思达 非常好 遮上后背 上海冷 像思达说 我不如马东 我不能主持奇葩说 只能主持吐槽大会 你以为马东不想主持吐槽大会吗 抢黄牛票 没有抢过我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明星不得了了 这位明星太不得了了 因为他叫李晨 一般我们介绍明星的时候 都会强调他是谁谁谁 但是我们介绍他的时候 一定要强调他不是谁谁谁 就不是那个大黑牛李晨啊 不是那个红的李晨啊 不是那个范冰冰家的李晨啊 总而言之吧 就是那个啥也不是的李晨 最后让我们有请 这个李晨 大家好 我是李晨 像朱真这样的人来吐槽大会 单纯就是为了通告费 像我们这种成功企业家 会在乎这点小钱吗 在乎 我今天来只有一个目的 吐槽薛之谦 你让李晨老师 哪怕你说成这样 我还是喜欢你来 看什么也好 好 行行行 大家都喜欢对 就是 嗯 小条拿出来小条 张老师 张老师下去之后啊 一般都得等一会儿再说话 要让那个不要脸的弹幕走一走 走一走走一走啊 大家好 我是李晨 是这个李晨 有没有很失望啊 有 张超纲老师在这个节目啊 表现得非常的优秀啊 张超纲老师最近在主持一个交友类的节目 很多人就留言啊 就他这个情商 还能主持交友类节目吗 你们不了解张老师 这个节目非常需要张老师 因为你要知道 朋友之间 一生最应该做的三件事 一起通过窗 一起扛过窗 一起怼过张绍刚 好 就是刚 怼他 就是刚 谁喊怼他 他说怎么说瞎说呢 对对对 当然这个节目有很多素人啊 江思达 他从素人走红 这点我其实很能理解 因为现在是个网络时代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他现在都混到跟我 还有朱真同台了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我跟朱真这几年混得真的很差 但是思达的造型 在奇葩说这个节目啊 非常的独树一致 吸引很多人的眼球啊 我作为一个潮流品牌的老板 我今天 正式向你发起邀请 你开个价 多少钱 多少钱你能不穿我们家衣服 好 根本就是 你说个数 你真的要穿 你穿薛之谦他们家 他们家都是伪单货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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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朱真啊 啊 我跟薛之谦的好友 上海最优秀的主持人 啊 在婚礼这个行业 那是 啊 当然我觉得叫他主持人 不如叫他思姨 因为思姨跟主持不一样啊 思姨主要负责的就是 婚丧喜架 那小孩满月老人过寿啊 啊 要不是当年没人给他通告费啊 可能他自己的婚礼也想主持 哈哈哈 别抢了 别抢了 他真的非常喜欢那种喜庆的场合 所以他举办了两场婚礼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好朋友吗 不过说实话 朱真离婚这件事我肯定要负主要责任 呃 那天他结婚 九国三巡我很激动 我上台拿起麦克风我就说 朱真今天结婚了 我的好兄弟 我特别开心 我觉得他找到了自己的春天 我要献歌一曲 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那清脆的山林里 这里有红花 这里有绿苍 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梨 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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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de 后来薛之谦也很喜欢这首歌 花了一千万买了版权 朱珍我答应你 下一次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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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下一次啊 当然朱珍人脉很广 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目共睹啊 在上海有什么事儿 你找朱珍 一个电话他全部帮你搞定啊 喂 李晨 怎么了 哦 啊 家人生病了 哎 你这么找 你去找一下张院长啊 你就说我朋友 呃 上周他结婚是我主持的 哈哈 喂 李晨 怎么了 啊 银行排大队啊 这 这 这么找 这么找 你 你找一下李行长 他三次婚礼都是我主持的 哈哈 喂 李晨 啊 又怎么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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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上小学是吧 哦 你这么找 呃 你找一下那个宋校长 啊 他二舅 上周刚走 我送的 哈哈哈哈 呃 朱珍也很喜欢喝酒 他酒后就吐真言 而且特别容易拉着我走心 啊 每一次一喝多就拉着我 李晨 主持界没有朋友 没有朋友 主持界我只跟你是好朋友 真的 好兄弟 你看我跟谁说过这句话 朱珍 所有人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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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主角 薛之谦 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酒量不好 哈 哈 每次喝多酒呢 我们就要送他回家 啊 有一次我们把他送到电梯口 啊 很多人在旁边 他比较顾忌自己的形象 于是呢 他就把帽子拉到了脖子这儿 然后大喊一声 不要让大家看到我是徐志谦 哈 哈 哈 我觉得他可能没有喝多 要不然他怎么会不把我们也轮流介绍一遍呢 哈 哈 要不要结婚找朱珍 哈 哈 而且他喝醉了酒啊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有一次 半夜三点 我送他回家 他说一定要带我上楼见见他奶奶 哈 哈 哈 我说你奶奶三点还不睡觉吗 哈 他框把门吹开 把奶奶摇起来 哈 奶奶你看谁来了 哈 我的朋友李晨来了 哈 奶奶说 神经病啊 哈 哈 哈 神经病啊 哈 我也不看跑男的了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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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病啊 哈 哈 哎呦 吵死我了 也有一次啊 他也是在夜店 他真的很爱夜店啊 哈 哈 半夜一点 打电话给竹珍 竹珍 K王 三个八 快点 全是女明星 哈 哈 哈 朱珍放下第二天 婚礼主持的稿子就去了 哈 他又是婚礼 哈 他到楼下之后 薛之谦就说 你别上来 我下来 下来之后上车就吐 吐完就走 哈 去之前你能不能厚道一点 你这个是滴滴打了个垃圾桶吗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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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去之前其实 有一段时间也比较难 因为他刚开始写段子啊 就是 客户不太多 啊 没有太多人找他打广告 有一天他很兴奋打了个电话给我 李晨 我跟你说啊 我接了个三元的广告 哈 哈 我说 难道就是那个果粉硬通货 智商提高品的三元奶粉吗 哈 哈 哈 哦 他说不是啊 是广告费三元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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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段时间确实很迷茫 啊 然后到处找公司 又找到我了 说那个 艾里神你们公司怎么样 我说我们公司很好啊 我们公司 我给你大概介绍一下 我们有很多优秀的艺人 呃 然后我们公司最强的 就是宣传 我们公司一人都不花钱上热搜 哈哈 嗯 像海权啊 哈哈 我呀 你有没有见过到处找人撤热搜的 哈哈 哈哈 不懂得自己上网搜一下 哈哈 我都没懂 一年半前 薛之谦为我写了一首歌 叫和平公园 歌也写完了 录也录完了 MV也拍好了 这都是他自己亲自参与的啊 然后突然他就火了 一夜之间 火遍大江南北 他打了个电话给我说 哎李神 那首歌可不可以先不要发 我说怎么了 啊 那个就是 我觉得可以改一改 啊 可能会有更好的演艺方式 好不好 你改 改到今天都没改完 你今天就老是跟我说 你是不是怕我蹭你热度 哈哈哈 哎 我要蹭他热度吗 我要蹭也蹭范冰冰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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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很开心啊 因为这几年 看到薛之谦的起起落落 也跟他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 呃 说句实话 我跟朱真 有的时候在交流 我们有些私心 其实我们不想学之前这么红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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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因为呃 只有不红了你才知道 谁是你的真朋友 呃 我答应你 如果有一天你过气了 朱真一定会陪在你的身边 哈哈哈 因为我有很多人要陪啊 周杰伦啊 快博啊 马云啊 哈哈哈 很忙的 哈哈哈 最后要谢谢薛之谦 请我来吐槽大会 呃 真的很开心 然后最后 我有几句心里话 想对他说 嗯 不要太拼了 要注意身体 不要用百米冲刺的速度 去跑马拉松 因为你重病在身 神经病啊 哈哈哈 谢谢大家 我是李晨 这个李晨 神经病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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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人都这么厉害啊 哇塞 哇塞 李晨 神经病啊 特别好 把蹭热度当成了生活的常态 是不是也很难得 哈哈哈 非常不容易 听完李晨说再联想一下 刚才朱真说 大家就明白了吧 他们是靠着和薛之谦的裙带关系来的这个节目 哈哈哈哈 好贝子 而我们接下来的这位嘉宾人家就不一样 池子 池子是靠着这个淡总的裙带关系才来这个节目 哈哈哈哈 让我们掌声有请 淡总永远的小弟 池子 哈哈哈哈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池子 哥们又来了啊 哥们靠的就是实 用实力让秀怀洛基 李淡24小时给我家门口 哎 说你来吧 没档期吗这是 啊 我怎么又有池子 我不是说换掉吗 这期没抬吧 拿掉啊 别别别别 哥哥哥 什么实力 你已经害我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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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池子 啊 非常开心来到这个吐槽大会啊 今天我们主持人又是张少刚老师了啊 你开心不开心 啊 你很开心 你考虑一下我们的感受好不好 哈哈 对对啊 就是我们其实其实也是啊 上次节目是我说过啊 这期节目谁便宜请谁 果然你又来到了现场 啊 啊 王自剑呢我们只能请一次 你我们每一期都请得起 哈哈 啊 其实其实呢 王自剑呢其实是最近有一些轻度的抑郁症啊 前两天就是见面的时候啊 就是开导一下 聊聊天就好了 张少刚老师很热情 上去讲了一个笑话 现在已经住院了 哈哈 啊 而且我看我们做大会的节目啊 说有弹幕说啊 池子你也看提字器啊 我看提字器怎么了 对吧 人家李晨专业的主持人还照着手卡念 哈哈 哈哈 都没有拿下去 哈哈 哈哈 都没有拿下去 明星能看提字器 为什么我不能 对吧 我也想当明星啊 哈哈 而且而且我的照提字器念是节目组要求的 对吧 因为我这个人如果不按词来的话 真的这节目都播不出去 我跟你讲 对江四达呢 是个是个网红啊 写文章 对吧 写诗 对网友啊 现在呢想出书 对吧 你们听了是不是很类似 对吧 建于我身边有一个这样的朋友 我建议你呢 你直接找个女朋友 卖衣服就行了 对不不不 你直接卖衣服就行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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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 对吧 江四达天天穿的 我看个QQ秀一样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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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差个大翅膀了 我看 哎 李诞呢 看了也很着急 对吧 马上买了个红钻 对不对 哈哈 都是会员 知识点 红钻QQ秀免费穿 哎呀 哈哈 哎对 知识点 有点狂啊 对 哈哈 那么那个江四达呢 呃 他说我什么没见过十万块 我是没见过十万块 对吧 但你见过两千万柔光双射的VIVO吗 哈哈哈哈 哈哈 VIVO X9 照亮你的美 接下来就厉害了啊 李诚 李诚 百忙之中卸下一身肌肉来到现场 哈哈哈哈 哈哈 谢家里头 哈哈 好厉害啊 嗯 这是开玩笑啊 李诚是李诚 尼克是个做潮牌的嘛 然后李诚做潮牌呢 但是他说他不靠粉丝卖衣服 对吧 他说不像薛某千 就是 薛某千 他没有点名没有点名 没有明说 对不像薛某千一样啊 他说他不认同粉丝经济 我呢我也不认同粉丝经济 我觉得就我们这种买粉丝的都不太认同 好像 什么鬼 接下来是朱珍老师 朱珍老师这个脱发确实是有一点严重啊 对吧 这发就先一年年往后 你再不治的话就快到腰了 我跟你讲 哈哈哈 甩上来我 这个朱珍老师你也不要发愁对吧 就这种中老年人都有这种毛病 对吧 杀易老师也是这样 对吧 但是他心态很好啊 对吧 他虽然是脱发 但是他对自己的发型要求很高 刚才在后台跟我们发型师说 两边留着中间打薄一点 发型师都疯了 说哥就你这头发 再打薄可就流血了 哈哈哈 啊 接下来是薛之谦 薛之谦老师 他说过2017年再不上综艺节目 今天就来了 哈哈哈 他呢 他不上综艺节目呢 是想好好唱歌 啊 我们节目请他呢 是想为花园乐坛做一些事情 对 你就不要唱了好不好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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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之谦呢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啊 曾经毕业于瑞士酒店管理学院 哈哈哈 当初家庭也不是很富裕 他爸爸为了让他学这个酒店管理 把酒店都卖了哈哈哈 哈哈哈 薛之谦毕业之后 苦于没有酒店管理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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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之谦呢 薛之谦呢 微博上是个段子手对吧 长得很帅 开始卖衣服 李淡呢 也是个段子手啊 长得 开始卖衣服 哈哈哈 我觉得我现在不卖点啥 都不像搞喜剧的 我跟你讲 哈哈哈 啊今天的后台 我我跟薛之谦跟我说 那个Vivo X 我给我用一下 我说干嘛呀 我说我用Vivo拍 我是想拍得好看一点 你又不用 他说啊我不是想拍照 我是刚才发了个广告 我想查一查上没上热搜 哈哈哈 我说你用你自己手机查不得了吗 他说我用自己手机查会别别人看到 多傻呀 哈哈哈 你没想到我会说出来吧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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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采访的时候 我们问薛之谦啊 薛之谦你有什么最大的愿望 他说我有两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世界和平 我说哦那第二个呢 他说哎呀第二个不好意思说 哎你们怕你们笑话我 我说不会啊怎么会笑话你呢 他说哎第二个愿望想唱歌不跑调 哈哈哈 咱们还是聊一聊世界和平的事吧 好不好 哈哈哈 啊这之前唱歌动作特别多 对吧 哎呀对 哈哈哈 很用力啊对吧 上一次我见到这个动作 还是在费翔身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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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哈 哈哈 随后我想说啊 薛之谦现在虽然拍广告啊 开火锅店上综艺 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忘记自己当歌手的这个梦想 一直都没有忘记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记性还不错 哈哈哈 现在呀我是池子 大家发现池子这孩子最大的好处了吗 精神状态好 而且很有才华 作为一个没有知识的人 常年热衷于给大家普及知识点 你说是不是很有志气 大家知道现在在网上有很多说法 说那个点穴可以减肥 大家也有人说真的有人说假的 不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杀意就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大家 点穴减肥绝对是个谣言 有请杀意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杀意 葵花点穴手 大家现在想起来我当年的英姿了吧 今天我的点穴手 专点你的孝顺 飞花点穴手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刚刚我坐在那儿啊 我突然间发现这个节目是个坑啊 真的 我本来啊 我想我应该都是好朋友 应该 不要 我不想那么严重的去吐槽他们 但是刚才他们吐槽我了之后 我刚才我就突然间觉得我 一定要多说几句啊 大家好 我是杀意 非常高兴 来到吐槽大会 首先谢谢张绍刚老师刚才的介绍啊 张绍刚老师大家都知道啊 著名主持人啊 以前呢主持过一个求职的节目 叫非你莫属 现在呢主持一个相亲的节目 叫为你而来啊 俗话说得好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男女都怕张绍刚 李晨和薛之谦一起参加过一个节目 叫尖叫吧路人 我觉得这个节目特别适合他们俩 薛之谦负责尖叫 李晨就是那个路人 江思达 看到了斯达 我就想到了我的儿子 大家别笑啊 真的 大家知道我的儿子 人送外号 东北送中机 大家看看斯达的答案 东北大公鸡 公鸡中的战斗鸡 哦耶 池子 脱口秀演员 非常好 刚才池子说的特别棒 有一次池子演出结束之后啊 他的粉丝跑过来了 拿着一个新兰花给池子 说池子 我这一看你这演出 我就特别想把这东西送给你 池子说为什么呀 你这什么意思呀 粉丝指着新兰花 告诉池子说 菜 真菜 真菜 可以可以 最后啊 我说一下我们的主咖 薛志谦 我跟千千一起路过我们的挑战 大家知道 千千在节目里啊 那是一如既往的浮夸 套路特别多 表演痕迹非常明显 我就特别想跟薛志谦说一句 简单点 你又不是演员 别设计那些情节 千千太拼了 哎呀 为了能够红啊 连尊严都不要了 我就在这一点上啊 我就特别心疼千千 我觉得千千你大可不必这样 真的 你向我学习一下 对不对 回归家庭 早点结婚 当然了你结过了啊 但你可以早点生个孩子嘛 对不对 让孩子替我们打拼 你就不用让自己放弃尊严了嘛 薛志谦做音乐的态度啊 真的是特别的敬业 让我特别钦佩 薛志谦 我就说薛志谦 你能不能认真地写歌 在录音棚里录歌 而不去现场唱歌了 因为你唱的实在是太难听了 你的愿望不是让世界和平吗 但是你现场唱每一次都是车祸 这个世界怎么和平啊 我每一次看你唱歌的时候 我就特别想使出 葵花点缺手把你定住 这样世界才和平 其实我的愿望才是让世界和平 但是书归正传啊 今天我要谢谢我的好朋友薛志谦 感谢芊芊邀请我来吐槽大会 想不到我在你心里和你的好朋友朱真和李晨一样 都是那么的不红 谢谢大家 我是沙逸 好 好 你们好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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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是他叫我来的 忘了 葵花点血狗 想不到过了这么多年 这招还好使 我动了 不不不不不不不 夏宜 来来来 带好薛之谦送你的礼物 一定要收着吗 一定要收着 一定要收着 好吗 深情厚意嘛 谢谢 谢谢沙翼 沙翼不愧是喜剧界出身 真的 饱刀未老啊 就是人老了 下面终于要轮到我们今天的主嘉宾薛之谦了 薛之谦很拼命 他曾经为了凑学费啊 把自己在上海的房子二十万就给卖了 后来那房子涨到二百万 不要因此说薛之谦没有远见 是因为薛之谦知道 做选秀歌手 身世必须惨 薛之谦有一个上上千火锅店 刚才很多朋友都已经提到了 因为他是老板嘛 所以店里面的照片啊 海报啊 视频啊 里面的主角全都是他 所以如果你不了解情况 进到店里 你以为这个店吃的就是薛之谦 好运气啊 薛之谦还很清白 几乎没有什么绯闻 你很少在八卦里面看到 我说哪天薛之谦带一个女孩子回家 对不对 不是因为薛之谦正直 刚才不是说了吗 家都卖了 你 薛之谦在综艺节目里面很拼 为了搞笑 无所不用之极 但是今天他来到这儿 这么大段的讲段子 对他来说 还是压力很大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在这儿 不能翻跟头 不能批刹 不能扔增高鞋垫 对不对 都不能用 所以各位 我们有机会 亲眼见到薛之谦 为我们亲自示范 究竟什么叫 整段垮掉 好 有请原创段子手薛之谦 对不对 真的 气得我肝疼啊 气得我都有太气了 我的天哪 特别好啊 特别好 你个个来啊 你个个 开东了 那个 好 你个个来 首先第一个啊 张绍岗老师 张绍岗老师啊 你一直在提一个字眼 叫做 诊断垮掉 是吧 好 其实呢 稍等啊 我刚刚往哪儿了 来 对接一下啊 三二一走 往哪儿啊 不好意思啊 试试试 直播 直播 这是直播 去 来啊 说话的 要逼会整段垮掉 别打断 来来 好 一个个来啊 第一个 张绍岗老师啊 普遍了啊 来 张绍岗老师 你很注重的一开始在说一个词叫我整段垮掉是吧 其实你根本就不用这么心急 你看看你以往的那些节目啊 你就可以看出整段垮掉这四个字的精髓了 如果你还多有点时间的话啊 你可以把你以前所有的节目全部都看一遍 你会悟出一个新的道理 叫做每段垮掉 我特别不能理解一件事情 吐槽大会是吧 所有的人啊 给我们上屏幕上打字 但任何一个嘉宾来的时候啊 都是打哈哈哈哈吸吸吸 哇好好笑啊哇你好好啊 但是每当到张绍岗老师的这一段的时候 永远都是几个字 就是四个字 整段垮掉 对吧 也不知道为什么 各位 我不止这一个口头禅啊 是吧 你干嘛非要用这一个口头禅呢 你换个别的就好了 你不如就让他 是吧 三二一走 行 好 好 不过说实话啊 张绍岗老师 我看过你主持那些节目啊 我真觉得挺棒的 你被人黑得很冤枉啊 真的很冤枉 是吧 所以呢你也不差我这一刀了 是吧 我再补一刀呢 我今天祝福你啊 在被人越黑越红的道路上呢 越走越远 好 好 有道理 最好走的呢都不要回来 好 谢谢啊 接下来是第二个 我看看挑一个啊 好 江思达 是吧 江同学 其实在没见到 我吃中午饭吃饱不行吗 神经病 江同学 在没有见到江同学之前 我觉得这个人名字叫江思达 但是当我见到他本人的时候啊 我觉得这个人名字应该叫江思达 为什么 你知道吧 我觉得我自己本人呢 已经是够不眠的了 但没想到遇到一个比我还要不眠的 反不反 你是觉得靠不眠就能走红吗 不过话说回来啊 我觉得江思达这个小孩啊 还是挺好的 来 对不起 不能跟小孩 来来来 三二一走 我觉得江思达这个孩子啊 是有两把刷子的 孩子也不太好 对不起对不起啊 有点狂啊 小朋友 收一点啊 但是这不是重点啊 来 江思达 你站起来 站起来 来 转过去 给大家看看你的背 哎呀不好意思啦 没事了转过去啊 非常好 拜托你啊 转过去以后呢 就再也不要转回来了 整季节目你就保持这样 好啊 接下来第三个人 朱镇 啊 这就那么快就到我了 我觉得啊 你说的完全没错 他说我呢 参加过他两届的婚礼 两届的婚礼都是伴郎 对吧没错 你要知道啊 我一共 就要做过三次伴郎 有两次就献给他了 但是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 我也愿意做第三次的 但是呢我告诉你啊 朱镇这个人啊 人品真的非常的好 尤其是对女人 我十二年前就认识朱镇了 这个时候啊 他一共有三段恋情 你要知道啊 有一段他根本就不是离婚哦 他只是跟别人分手 他都跟人分房 分车 分钱 你们看得懂吗 所以你们在新闻上 看得到我那些事情 能怪我吗 我从小耳入木染 都是跟他学的 怪我啊 神经病啊 年轻的时候我还问他 因为我不懂年少期什么 我说哎 你跟别人分个手 你干嘛自己净身出户呢 啊 你干嘛自己净身出户呢 什么原因对吧 我问他 他说哎 兄弟你这就不懂了 做男人最主要的是什么 是吗 就是口碑和名声 我要打出去 我这个人超级大方的口碑 要不然以后谁还会找我 冤大头啊 很有道理啊说的 你知道吗 他不仅在圈里面人品好啊 不管各种大咖小咖微咖 都喜欢跟他做朋友 张上干这种微咖 所有的咖都愿意跟他一起玩 而且呢 他主持功力也是非常了得 大家也前面看见了 是吧 非常的顺非常的溜 而且呢 他还有个最大的优点 从来不跟圈子里任何主持人竞争 不争不抢 不行你看 现在东方卫视 我说还有他一档节目吗 就算了 至于吧 我问他 有过 有吗 现在还有吗 我说哎 你来参加吐槽大会 陪我一起玩 他说哎呀不一定行不一定行 我说你有事 我有事要干 我说你还有什么事干 他说哎呀 我们这个地方台啊 还有当那个那个气象预报 哈哈哈哈 没有人愿意上 这台长让他去 你说尴尬吧 尴尬 好 这一整段垮掉了哈 问题不大 垮掉一段算什么对吧 没事啊 主持人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点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就是抢单 你要知道啊 我认识他十二年了 我都没想起来 我哪次跟他一起出去玩或者吃饭 我买到过单 这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啊 每一道买单的时候就跟他撕啊 撕扯拉扯呀 你看看他的头发 哈哈哈哈 就是被我们这几个兄弟拉成这样的 那你怎么没呢 你们 你们一定要给朱珍买一头套 还给他 还给他 李晨你笑什么笑 有什么好笑的 你以为你剪了一个这么短的头发 啊 你以为就看上去你的发迹就不密了吗 你知道李晨为什么头发这么密吗 就是因为我们买单的时候 他自己就去厕所了 啊 喂 案子破掉 请问李晨是这么口的人吗 他会吗 是的 你刚刚吐槽我 吐槽得这么狠 不要怪我一个爱你的人 即兴表演了 李晨怕他 刚刚李晨跟我提到什么 说我给他写的首歌叫和平公园 对吧 然后说我不让你发 还说什么 疑似你蹭我热度 各位 不夸张地说 我在行里干了这么多年唱歌 我见过歌手唱高音的 见过歌手唱低音的 见过歌手唱rap的 甚至琴到深处的时候 有的是会说话的 但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歌手 唱语气词 把这个唱在音乐里 真是鬼啊 这个让你发了 我不如去死好了 不过说实话啊 他前一阵子在2015年的时候 自己出过一张单曲 叫做《我们的童年》是吧 童年的时光 童年的时光 各位 千万不要笑啊 歌名不记住不重要 但是这首歌你别看了 在各大榜单上和大街小巷啊 根本完全听不到 出歌的意义在哪里 你有理想是好事 对吧 但是我们也不要纵容他 是吧 你们以为李晨就像我口中说的 这么一无是处吗 是吗 是的 喂 没有哎 开玩笑开玩笑 李晨怎么会没有点真本事 这不是开玩笑吗 李晨人家生意做得多好 我身边唯一一个朋友做生意做到马云身边去的唯一一个 开玩笑 你以为马云随便跟别人玩的吗 跟马云一起打高尔夫哦 我跟你讲 马云打高尔夫 哎 那个球杆都是金子做的 天哪 哎 那一颗球也是金的 马云在那里打球高尔夫 嘿一杆就十几半 哦 李晨陪他玩 嘿一杆倾家荡产 哈哈哈 情家荡 但是还是要硬玩啊 哎 李晨也是要面子的人 对不对 去打高尔夫球 把那颗球还做的大一点 做的跟橄榄球一样 我的天咸的自己家里家荡很厚的样子 李晨家荡难道真的是这么厚吗 是吗 也不是啦 哈哈哈 也不是 跟男孩开个玩笑 下一位就是那个蛋蛋了啊 哈哈 没有我觉得啊 蛋蛋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但是我今天最不服你的 你知道是哪一段吗 你今天整个场子里面 你怎么说我都可以 但是有一句话我记到心里了 你说我为了做音乐 什么事都愿意干 我是这种人吗 我是一个这么没有原则的人吗 我作为一个 谁说是啊 谁说是啊 我作为一个歌手 我一没有提前解约 我二不偷不强 我三没有找一个 有钱的女朋友给我发贴 我四没有找一个 比我红的女朋友来辅助我 我有错吗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但是我还是很爱你 因为你确实是有才华 除了我的稿子 其他的都是他写的 我是突出我有才华 下一个 最后一个就是沙翼了 沙翼老师 大爷老师当年大家都知道 他非常红 靠那个白展堂那部电视剧叫什么 武林外传 武林外传没错了 当时红极大江南北啊 可以说我们内地完全没有人不认识他 沙翼老师这时候 自信心膨胀了 但是他跟自己说啊 我一定要冷静 我要守住 我要每一步啊 之后一定要走得很好 慢慢走是吧 所以他一步一步一步 走到今天啊 走了十年的下坡路 十年下坡路走完啊 有人出来救他了 是吧 胡渴 看上他以后呢 这两个人在圈里边被誉为什么呢 美女与野兽 但是没想到他们生出来的孩子 真的是蛮好看的 这一点我还真的是要恭喜你 沙翼老师 你儿子啊 没有继承你任何的基因是一件好事 随吗 到你这儿结束 最后句是什么 没有继承我任何的 没有任何基层之 居然还问我 对 确认了一下 就是要你自己回答一下 确认了一下 没有继承 居然还来用我本人 太残忍了 没有继承你任何的基因 是好事 好了 今天呢 以上所有的言论啊 都是为博君一笑 图大家一个开心 接下来呢 就说说我自己吧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 在这个时代 根本就没有怀才不育 第二句话是 红就一定要红的 有尊严 因为这不是八十年代 不会有一个伟大的诗人 在马路边上修轮胎 一修就是一辈子 根本就没有人发现他 你只需要在修轮胎的时候 发一个朋友圈 你的朋友就会知道 你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然后再把你介绍给世人 这个世界上的自媒体 已经足够承载任何一种形式的才华 但关键是 你必须真的具备才华 所以 请你一定要强大自己 不要走歪门邪道 我相信一个男人的成功 钱对他来说 不是绝对的 但是最重要的一定是尊严 最后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 我马上要发新歌了 对 在三月份的时候 我非常希望所有的人来监督我 因为如果有一天 我对音乐不真诚了 我会选择自己滚蛋 我会选择自己再一次过气 但是 我绝对不会给你们这个机会 大家好 我是薛之谦 我的心愿是世界和平 好 怎么样 绝对的垮掉吧 一个歌手 说段子说得好 能够灵活地 把分段垮掉和整段垮掉 结合在一起 综合着来使用 而且使用的浑然天成 他们吐你吐的都不错吧 你在那块怒火中烧吧 他们有的是一段一段垮的 有的是全体垮的 你现在要在他们当中 选择一个talking 本场吐你吐的最好 本场吐我吐的最好 是的 我觉得是朱真 本场talking 真是我 成长了 头发都拍掉了 谢谢 谢谢 夺得本场 京都念餐吐槽大会的talking的是朱真 让我们有请 京都念餐养飞大明星安 把奖杯拿上来 谢谢安安 给错人了 那边 他是让你搬给我 三二一搜 来 助张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太感动了 对不对 真的是 被友情打动对不对 对 我好想照亮自己的美 是不是 但是前置双摄自拍 吐槽吐得更开 来 有webo 好 而且在这儿呢 你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不光是主咖可以选出talking 大家也可以下拉页面 找到吐槽火力榜 选出您心中的那个talking 也许那位talking还会反场 还会反场 还会反场 多第一次 没背下来 厉害 火力全开 失去以后才会懂得珍贵 可能因为薛志谦曾经失去过 所以他会特别珍惜 接下来每一个做音乐的机会 我们非常希望薛志谦 能够用音乐证明自己的专业 同时 无论你是一个多优秀的音乐人 你绝不要忘了 你其实很搞笑 所以成为音乐人 也要使劲地搞笑 善于自嘲才能接受吐槽 正视自己才能善待别人 念广告不如 念瓷槃 大笑养费不笑浪费 感谢收看由宇宙养费老字号 京东剑三 独家冠名的兔淘大会 同时也要感谢明星旗舰 威武X9手机 联合赞助播出 双镜头自拍 美到无法吐槽 最后我们要感谢三元奶粉 中指耿剑 根正苗红敢于赞助 兔淘大会的硬气奶粉 兔淘师妹手艺 校队需要勇气 兔淘大会 兔到你下 因为朱真其实跟我关系最好 因为他的那个大咖朋友不多 朱真只有一个好朋友嘛 像我还有很多啊 潘外博啊 是吧 周杰伦啊 什么的 池子 看在咱们俩有缘 我今天教你一招 葵花点血手 这可是知识啊 这 这招不太会 念什么呀 姜思达 我跟你说 虽然我不是你的班主任 但是我也要批评 就是我最近看了一下你的自拍 对吧 你不能那么高兴 你不能老关注 第一个 关键是得拍得好 你看啊 什么叫拍得好 对吧 你看 你看 你看这样 拍得好 你不太好 收获就是平时啊 还是要搞好人际关系 你知道吧 少数敌你知道吗 要不然就吐槽的人会越来越多 这期啊 薛之谦的表现可圈可点 我一花点下手 哦 哎 啊 哎 刚刚有人点我 我是觉得薛之谦 这样的歌手啊 哎 啊 杀依老师是我一直都很尊重的 一个 我老我从小就很喜欢 杀一老师 吃饭一下 我 还 我 哎 我觉得杀依老师不关 frame 演的好 智力也很高 啊 神益ел师是一个非常 有智慧 hp子 这给点笑了 我为什么这么贱 老来让他们这么糟蹋我 我要重新考虑 静静老师 你朋友那么多 为什么带两个最不好的 你这个话什么意思啊 没有啊 事情是吧 什么意思啊 你再说一遍你 不是什么意思啊 真有意思了你啊 你真的有意思你这个啊 不拍了 不是今天我买单啊 我来买 我来买 我来给我头发 别骂我 我来 接下来有请薛之谦带来 丑八怪 如果像你一样 我来给你 你作词 我来批语 也许能消退 其实我并不在意 神经病 正怪那 不是輪到我了嗎